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从另一方面 基于工作的职业移民率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包括投资移民都算上每年也才2万多人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更多的是亲属移民 亲属移民分成若干种 有的是有名额限制的 而美国公民的父母和配偶是没有名额限制的 从另一方面 大家知道现在申请政治庇护也比原来更难批准 批准的数量也更少 那么因为种种情况 估计以后和美国公民结婚申请绿卡的人会更多 当然从另一方面 因为过去几十年里有越来越多的华裔的人在美国定居 那么新一代的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也有更多国际化的视野 这也提供了更多国际通婚和美国公民结婚的机会 那么下面我们具体讲一下和美国公民结婚怎样能够申请绿卡 有的人会说 我和美国公民结婚了 美国政府是不是就知道了 他会自动的给我寄一张绿卡来 那就当然不是这样的 那你需要来申请 需要填表 需要交附加的材料 然后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 最后经过这个手续才能拿到绿卡 需要什么样的表格和材料呢 那么这个美国公民是申请人 他需要填写I130表 这个受益人配偶可以同时填写I485表 这个两个表可以同时提交 为受益人马上就申请绿卡 因为像我们前面提到 美国公民的配偶申请绿卡是没有名额限制的 因此呢 当然也就没有排期 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 当然我们这里要补助一下 如果配偶拿的是这签证 还有两年回国服务期的要求 那么要么需要满足这两年的服务期 要么需要申请豁免才行 然后当然配偶也还需要是合法入境美国的 如果入境合法以后呢 身份过期了 比如说原来是学生身份 后来过期了半年 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 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你是合法入境就行 那么配偶呢 可以同时提交485 当然也可以同时提交765和131的申请 关于765和131以及485的更多信息 可以参见我们这个频道的其他的视频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130表 移民局呢 对于这个表 他有一个官费 申请费目前呢 是535美元 这个表格呢 过去很短 我们以前为客户填的时候只有两页 那么目前呢 有12页长 原来呢 要的内容更多 要什么内容呢 需要申请人 就是这位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 那么姓名啊 出生日期啊 守候安全号 还有呢 过去五年的住址 比如说他的美国护照 规划为美国公民的入籍的这个公民旨 或者呢 在美国境内的出生证明等等 还有这位申请人 美国公民过去五年的工作历史 还有他个人的种族信息 身高体重 眼睛头发颜色等等 那么配偶呢 在这个130表也要填写相应的信息 包括配偶的家庭信息 这个受益人 美国公民的配偶 此前是否有婚时 婚姻 结婚 离婚 或者撒偶的日期 然后孩子的情况 他本人在美国的移民签证 身份 历史 像我们前面提到 身份过期了 没有关系 还可以拿到绿卡 但是入境的情况 过去持什么身份 这个还是需要在表格上填写的 还有呢 就是个人的工作历史 这位受益人在美国境内如果工作过 他的工作的情况 除此以外呢 那么配偶需要交485表 关于485呢 我们已经有很多视频了 可以另外参考 另外呢 这个美国公民还需要还要交一个864表 作为经济担保 这个呢 我们过后会单独有视频讲到 然后呢 如果这个家庭本身的收入不符合要求呢 那还可以有别的亲戚朋友 另外提供这个担保 当然也要相应的负责任 并且提供收入或者资产的证据 还有呢 那当然需要提交这两个人的婚姻关系的证明 作为辅助的材料 那包括什么样的证据呢 一般来说 那有结婚有在美国境内有美国政府颁发的结婚证 如果是在美国境外结婚的呢 那一般需要翻译公证等等就麻烦一些 还需要有其他的关于婚姻关系的证明 比如两个人的共同的住址 两个人共同的财产的证明 还有两个人的孩子 然后也还可以由认识这两个人的其他人提供的证明信等等 当然还可以由大家在一起的照片 另外呢 申请的时候本身也需要提供申请人和受益人的这种护照形式的照片 那么为配偶来申请绿卡呢 另外还单独有一个I130A表 这个呢 也是近几年额外增加的要求 这个表呢 对申请配偶移民的时候要用到 需要由配偶来填写这个受益人 那么要写什么呢 要他过去五年在美国的居住的地址 还有呢 在美国以外来美国以前居住的地址 还有呢 受益人配偶他的父母的信息 包括父母的姓名 出生日期 出生地址 目前住在什么地方 还有受益人本人 他过去五年的工作历史 前面130表呢 是说在美国境内的 这里呢 说不管在美国境内还是境外 只要你过去五年 那么都在什么地方工作 需要写上工作单位的名称 工作的地址 自己的职位 这个工作的开始和截止的日期 那么呢 这些就是130 130A等等相应的信息 还有呢 配偶要交485 那么这个申请提交上去以后呢 根据目前的情况 一般看来要半年到一年左右得到审理 然后呢 移民局会发通知 在配偶的绿卡 也就是485申请批准以前呢 会有面谈 一般来说 夫妻双方都要去 而面谈的时候呢 移民官也会更多的询问 关于婚姻关系的信息 关于这个配偶来到美国以后 他的移民签证 身份的信息 个人的背景信息等等 那么根据统计数字呢 每年和美国公民结婚拿到绿卡的 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叫immediate reality 家庭的直系亲属 美国公民的配偶 还有成年美国公民的父母 还有美国公民的一些年幼的 未成年的子女 这些直系亲属呢 拿到的绿卡要占美国 每年颁发的100万张绿卡的将近一半 好几十万张 所以这个申请数字是很多的 也可以看到每年呢 有许许多多的人 通过这种渠道拿到绿卡 当然这个不是自动的程序 需要你做出努力 然后呢 要符合相应的流程 完成这些手续 然后拿到绿卡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和美国公民结婚 怎样申请绿卡 今后呢 我们还会再讲到美国公民 怎样为父母申请绿卡 和美国绿卡持有人结婚 怎样申请绿卡等等 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 谢谢 请绿卡池